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如何去 我们是经罗湖口岸过关 可以走过去是十分方便 如果想坐地铁也可以在国贸站下车 我们过了关之后一直走 之后会见到香格里拉 转右直走 然后过马路 之后再过右边的马路 一路直走 就会看到佳玲娜港场这一座标定 走过来大约十分钟左右 来到佳玲娜港场这一道 是经扶手电梯上两层 上来右手边这一间酒楼 就是我们要来的佳玲娜潮州菜 这里的点心供应时间是 九点至两点半 晚市是五点半至九点半 而星期一至五 早茶会有七点八折 这一间酒楼是1981年开业 已经43年 是一间老字号 这一间酒楼真是很大 想不到耍点已经有很多人 原来这里还没开完 后来越来越多人就会开完 是更加大 另外刚才门口见到有熟食布 是有虾干大芥菜 有凉瓜排骨煲等等 也会有潮州菜 先看看点心子 点心款式很多 也有很多传统点心 大家可以看看 另外美团有优惠套餐 二至三人餐118元 有六款点心 平价是超划的 另外吃小菜 也有很多套餐 例如双人餐 有菜 有乳鸡 有鲍鱼 还有海鲜 六个菜 都只是338元 是非常超值 还有星期一至日 都可以用到 我们叫了普利茶 茶是很浓 也不错 我们今早还没吃早餐 要试多些款 这里的虾饺很巨型 也非常整形通透 里面的虾是超多 应该超过两只虾 也有笋 还有很多汁 味道也不错 而虾饺皮 也很有弹性 整体也很好 我见到很多台有叫乳鸡 那就要试一下 刚才走过来 见到有萧尾布 除了有普通萧尾 也有潮州老水 最吸引的是潮州冬鞋 鱼甲一撕开 非常多汁 它的皮是超脆 肉也很嫩 很入味 值得试 之后 臘肠卷大大 包很软熟 臘肠也很香 热热一定好吃 刚才在门口也见到有臘肠 然后有沙爹金钱肚 金钱肚摆得很整齐 也很大片 它的酱汁很浓郁 也有一些辣味 做得很入味 很香 包汁鳳爪 有点火烹着 很好 它的酱汁很浓郁 鸡脚完全没有煲到烂 很漂亮 但很软 又很有胶质 我爸爸很喜欢吃 另一款是发财大腻烧买 这款烧买的名字 很有意头 和比较特别 上面是猪腻 加上很多发菜 做得挺漂亮 里面有虾和猪肉 非常松软 也保持到粒粒的口感 这款烧买特别的腻 也好吃 之后试试香口一点的韭菜饼 一份有很多 入口很脆 韭菜味很浓郁 也有少少猪肉 它做得像纸一样薄 所以特别脆 另一款是脆皮鲜虾红米肠 都是喝茶经常叫的 样子很漂亮 红米肠很薄 入口非常脆 口感很丰富 里面也有圆石虾 非常蛋牙 很有层次感 也要吃一些菜 八卓鸳鸯菜 是生菜和菜心 很好吃两种菜 摆出来比较高档 另外提供了豉油 菜很新鲜爽脆 另外 藏原及帝粥 是新出的 用沙煲装着很大碗 里面有很多材料 有猪肚和猪肠等等 加上葱花和脆脆 吃到粥很甜 也很绵 最后有姜椰QQ高 样子很漂亮和整齐 一试觉得很特别 因为外层超级脆 可以形容像软猪皮 而里面很软熟 也有姜味做得很好吃 另外这里也有10-20人包房 走的时候我问职员给我拍一拍 房间的确很大和舒适 感觉非常豪华 我们走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在等位 我觉得最好不要遇见 12点这些时间来 吃饭时间就一定多人了 喝完茶 我们要出发去曼尚食家 只要走去金刚华广场 落去郭某站 地铁是坐1号线去老街 然后转3号线去甜蜜 再转7号线去笋江站下车 在笋江站HL出来 就是曼尚食家 这里是B2层 立即会见到有合马先生 这间合马先生只开了两三个月 是很新的 所以要走一走 一进来就见到很多水果 有我很喜欢的榴莲 这款99元有900克 挺划算的 这间合马先生也有很多东西 除了超市之外 也有很多熟食 看起来很棒 另外也有很大的海鲜区 是一排排的鱼缸 见到有很澎湃 49.9是有6只 可以在这里立即蒸 是有员工在开鱼 另外有大大只的帝王蟹 也有波士顿龙虾 有小龙虾 有鲍鱼 有鲍鱼 还有各款的鱼等等 是超多三碗海鲜 只要给一点加工费 职员就会帮你加工烹调 那我们下一次再来可以试试 之后我们来到商场正门 万丈食家是在2022年年尾开业 开了只有年多 设计是非常特别 是将两座建筑物相连在一起 是很有时代感 设计也曾经拿过奖 我们就在这里步行街 走进商场 商场里面也很有设计感 上面有三个台 好像三个长形的箱 透过玻璃有阳光照射 感觉到穿透性的空间感 这个商场 除了以食为主之外 也有各类型的店铺 我们下一站 来到这间店铺 喝杯茶坐下 这里主要是以饮茶为主 店铺很简约 加上绿色植物非常清新舒服 这里也有一些很吸引的蛋糕和甜品 我买了美团的茶酒 是青梅酒 很香和很甜 也有少少酸 挺好喝 而Ringo Eye的茶 我就觉得没什么特别 之后还去做头皮按摩 在美团找到这间C-Rig 仰法 就买了这个192元的团购 包裹的 除了有香薰精油护理头发 也有头皮按摩 我是很喜欢头部按摩 因为我经常都头痛 希望可以有些帮助 另外也有热眼线 敷一下对眼很舒服 同时也做蒸汽SPA 都可以放松一下 另外做肩颈按摩 感觉力度是刚好 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但整个过程我觉得可以 其实深圳有很多这类型的头发护理按摩 我是很喜欢偶像来做一下 之后差不多5点半要去吃晚饭 这间餐厅是顺意 顺德家香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六 这么早已经有很多人 员工带了我们去另一边 这边环境非常好 而且很整齐 也有很多植物 令人感觉很舒服 坐下之后 先送来餐前水果 是番茄仔 茶是陈皮白茶 是多香 让我们看一餐牌 我们很少吃顺德菜 这次来深圳可以试试 而且他们在全深圳 有很多间分店 质素应该不错 这次我们会吃得更丰富 但大家如果在美团买优惠套餐 有8多元的二人餐 也有300元左右的四人餐 先来到菊花 百保鱼蓉羹 它用火兴住很好 因为汤凍了 真的不好喝 打开汤的颜色很漂亮 听员工介绍 百保里面有菊花 有陈皮 柠檬丝 柠檬丝 木耳 杏瓜 鱼蓉 腐竹丝和猪皮丝 味道真的很鲜味 用这么多料 每种料都切得这么幼 功夫应该很多 口感很丰富 之后一款是顺心顺意拌鸡 这里是半只鸡 是180天的走地鸡 每年销量是10万以上 也是2022年深圳餐饮名菜 所以招牌菜就一定要试 而旁边的配料有9种 这边是柠檬叶 然后芋头丝 酱姜 还有桥头 还有红瓜条 洋葱 香菜 这个是花生油 然后就帮我们拌在一起 这里有这么多材料 一定很棒 跟这些配料一起吃是超香 就不会太重味 而鸡肉是比较有弹性 和很脆口 这种食法配搭 真的很棒 另一道菜是蜆肉包生菜 生菜圆形的很漂亮 它的馅料有蜆肉很特别 我觉得好像包饺子 果然很好吃 有韭菜花的香味 也有蜆肉的鲜味 另外马蹄粒有点咬口 用生菜包住 就没那么肥腻 另外也要吃点菜 这里也有很多种素菜 非常健康 鲁筍很爽脆 莲藕切得很薄 还有银行 和鲜白盒 炒得很有锅气 很丰富 如果要挑剔 只是稍微油腻 而这种菜式 是头抽山谷螺丝虾 热热的超棒 它脏薄薄的很肥 而底下有很多葱头 有蒜头和姜 非常香 虾很够肥 很多肉 还有虾糕 很惹味 很正 之后要吃鱼 桂花鱼是我们很喜欢吃的 这条鱼很大 在香港街市买 可能也要100元 一大块鱼片 完全没有骨 入口很滑 有少少花椒辣味 比起酱油更好吃 我们也很喜欢吃 另外小吃 试试煎三宝 莲藕饼底层是一片莲藕 很有心思 所以吃到莲藕的口感 煎得很香 虎皮尖椒也煎得很好 我觉得不错 另一款是蜜鱼饼 吃到里面粒粒的蜜鱼 挺好吃 还有我们很喜欢吃的糯米饭 连饭也很香 它应该是放了芫荽 而蜡腸切得很幼小 糯米饭是很软熟 但不会太濕 我觉得是做得刚好 另外要试试这道自家制的葱油饼 上面有很多芝麻和葱 它是即做的 热食很香 那就不错 最后还有甜品 要试试如何包好猪红豆 一入口有很香的奶味 甜到适中 果然咬开红豆 就会爆开红豆蓉 是很有趣 不知道怎样做的 是做得很有心思 总结这次晚餐 每一道菜都非常有质素 我觉得做法很有心思 配搭都非常好 无论卖相 食材和味道 我都会比较高分 而员工也很友善 我们也试试得很满意 吃完在商场走出来 晚上有灯光 环境更加美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 还有记得like和share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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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